这是之前有一个大姐姐 给我们call in进来 她说她的这个保险经纪人 卖给她一个人寿保险 当初跟她讲说 七年保险费就可以缴完了 之后就不用再缴了 结果现在都十几年了 请问一下为什么保险公司 还一直不断在跟她收钱 到底当初保险公司 跟她经纪人签的合约 跟她讲的这个情况 为什么跟实际的状况 这么不一样 有什么权益 她可以保障她自己的吗 为什么每次问这个经纪人 这个就讲不太清楚 那应该怎么办呢 这是十几年前签的保单 现在应该要怎么样去维护 她自己的权益 当初说七年 现在缴了十几年 还在缴这个正常吗 我们call out小天使呢 今天为大家找到一个 金融保险专家 为大家有请到的是 我们的李博士 哈喽李博士你好 你好Shemi 麻烦帮我们解答一下 这个问题好吗 这种当初讲好 只缴一定的固定年限 后来变成要缴很长的年份 这个是正常的情况吗 跟我们解说一下可以吗 这个问题在我们华人社区很普遍 通常是这样的 他如果是买的那种消费型的 叫term life的话 比较简单 基本上按年交嘛 但最多的可以买30年 购别公司可以买了35年 但是买这种理财型的 就是里面有现金值的 英文叫cash value的这种保单的话 就比较复杂 通常这些agent 因为他要把事情弄得简化 他就给你设计 通常设计7年 10年 15年 按照保险公司提供的 这个叫年回报吧 这样可以给你保到 以前是保到100岁 现在都可以保到121岁 但是因为他要把事情简化 他说给你算了7年 或者是10年15年 但是这种有理财功能 有现金价值的保单 通常是比较复杂 简单讲不是那么简单 如果您的目的是 希望拿现金值出来 以后拿现金值提前 拿现金值出来 实际上你还可以一直继续交下去 但是很多人他不明白 因为他把这种保险 当成医保 当成车保险 或者当成这种消费型的term life 他就希望交得越少越好 这样的话 你交了7年 后来发现 司机回报可能比当初 保险公司给你设计的 要低 或者是遇上特殊的年份 那个market的回报很差的话 这样的话7年之后 如果你停交了 他可能保单就不能保到你100岁 所以这样的话 保险公司可能还会来账单 总而言之 我建议这些客人 回到您自己的保险经济 或者找你认识的专家 帮你重新review一下 简单讲这种有理财功能的保险 跟房贷啊 跟这种退休金一样 就是说如果不是经常review 至少any review 就是每年要坐下来 看看这个回报 然后看看你现在自己的家庭的经济情况 有没有改变 是希望多放钱 还是希望暂停 甚至要拿钱出来 总而言之 就是这个不是说一次性的买卖 像这个消费型的保单 像医保 像车保那么简单 所以也就是说这一位空硬件来给我们的这位听众 他买的这个不是单纯的一个人寿保险 他里面还包括理财的产品 所以是跟着股票走 跟着他当初签约的这个时事来走的 所以当初的预估值 或者是这个预测的这个报表 可能算出来是7年或10年 但实际因为股票的这个变动 所以他最后这个跟他预估是不一样 才会导致于他继续缴签 所以按照李博士的这个讲法 赶快把你的保险单拿出来 还有跟你的这个保险经纪人 或者是呢 赶快再去找另外一个专业的保险经纪人 帮你一条一条做分析 这样你比较能够了解 所以李博士您自己的建议 这是跟个人的身体健康检查一样 是不是每一年 其实都要看一下你自己的经济状况 或理财的这些产品的一个变动 所以每一年是要跟自己的理财顾问 再聊一次才是对的吗 yes 没错 好的 谢谢我们的这个李博士